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鸟转名文 字迹十分清晰 鸟转体名文被誉为中国最早的美术字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岳王勾剑剑是1965年在中国湖北省荆州市的一座古墓中出土的 这柄越王勾剑剑在地下埋藏2400多年 出土时依然寒光闪闪 剑身上竟然不见一丝秀剑 出土的时候是放在一个黑漆的木匣中 当剑被拔出窍的时候感觉这个锋刃非常的锋利 工作人员在这个纸上滑了一下 二十张纸很快就被划断了 在2400多年前的这个青铜剑 还能达到这个吹毛断发的效果 确实令人非常吃惊 这把越王勾剑剑不愧是一把王者之剑 越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中国东南方的诸侯国 都城在会计 也就是今天的绍兴 经三十几代越王的历经图治 到了春秋后期 越国逐渐强盛 成为当时一个强大的诸侯国 越国第三十九代王 越王勾剑 在春秋争霸的历史竞争中 忍辱负重 发愤图强 终于成为称霸一时的霸主 因此而留下了卧心尝胆 这个千古流传的成语故事 据史料记载 越王勾剑 厚爱宝剑 重金聘请驻剑大师欧爷子进宫驻剑 欧爷子花费了几年时间 铸造出五把青铜宝剑 分别是战卢 纯钩 圣爷 鱼长 巨雀 其中 圣爷 鱼长 战卢三剑为吴王和吕所得 战卢剑后又为楚王所有 鱼长剑拖具传奇色彩 他因剑身花纹酷似鱼长得名 当时吴王和吕想杀掉吴王辽 但是吴王辽平时身穿三层铠甲不易行刺 后来刺客扮作厨师 趁上菜机会抽出鱼长剑 以剑刺透三层铠甲 要了吴王辽的性命 可见鱼长剑分力无比 并非虚传 中国早在商周时期 已经出现短剑 主要用于防身 到了春秋时代 青铜剑发展到了高峰期 当时吴越地区地处江南水乡 这里水网纵横 步兵和水兵是吴越军队的主要兵种 青铜剑剑身大多超过五十厘米 成为战场上最重要的武器 随着铸剑技术的成熟 剑的形质和名称也逐渐固定 通常异柄剑主要由剑身与剑晶两部分组成 每一部位都有名称 剑身前端称峰 剑体中线突起称极 极两侧呈坡状称丛 丛外的刃称厄 从这些特定的名称 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铸剑技术 已经十分完善 据史书记载 相传工匠为了铸出矿式宝剑 曾把指剑和毛发投入熔炉中用于铸剑 虽然这只是传说 但是专家对越王剑进行鉴定 发现越王剑采用了合金技术 这证明啊两千多年前的铸剑技艺已经相当成熟 在传世的越王剑中除了勾剑剑以外 还有几件越王剑也极为有名 这柄青铜剑是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越王折纸鱼四剑 它长52.4厘米 剑体宽阔 双刃呈弧形 剑手呈圆盘形 剑经有两个突骨 上市有变形寿面文 两面柱双钩鸟传书名文八字 正面为越王越王 反面为折纸鱼四 字口间还镶嵌着薄如蝉翼的绿松石精美绝顿 更为难得的是 折纸鱼四剑还富有完整的剑销 用两块薄木片粘合而成 卖用丝线缠附加固 再修以黑漆 除了铸造工艺的精湛 在所有出土的五岳青铜骨剑中 这把折纸鱼四剑 剑鞘 剑身 剑手 剑柄 无一缺损 是最完整的一剑 越王折纸鱼四剑的主人 是越王勾剑之子石羽 他在位仅五年 而这短短几年里 为石羽铸剑的工匠 曾为他精筑了一批兵器 目前 学术注入几建筑友 折纸鱼四名闻的青铜剑 青铜鸽 而其中就属浙江省博物馆 收藏的越王折纸鱼四剑 其台湾收藏的越王折纸鱼四剑 品项保存最为完好 令人惊叹的是 专家经过研究发现 此剑采用复合铸造技术铸成 剑之中脊及两从 有不同成分的青铜嵌注而成 中脊含锡量较低 不硬度低而韧性高 使剑不易折断 两从含锡量较高 故硬度高而较脆 可提高杀伤力 十分有趣的是 越王勾剑剑经过两千多年时间 奇迹般的保存了下来 而他的儿子 孙子和曾孙的剑 也都被相继发现 这些王者之剑除了工艺考究 还为专家学者 研究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佐证 中国海南省博物馆珍藏的这把越王剑 上面装饰有错筋鸟 上面装饰有错筋纹饰 剑阁的正面和背面都有错筋鸟重转名文 其中包括越王齐北骨和自作原用之等字样 原形剑 原形剑首处也有名文 写的是 台越王齐北自作原之用之剑 从名文可知 此剑的主人正是越王勾剑的孙子 越王齐北骨 这柄剑是2007年国家文物局从台湾征集回归的一级文物 仅从外观来看 越王齐北骨剑虽没有越王勾剑剑那样精美 但是在考古史上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在此之前 人们对越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越王齐北骨 一直有不同见解 成为中国考古界多年不解的一个历史之谜 随着越王齐北骨剑的发现 证明齐北骨确有其人 就是勾剑的孙子 他在位时间为公元前458年至449年 这一历史之谜终于有了定论 值得一提的是 在传世的越王剑中 还有勾剑的曾孙子的配剑 他就是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越王周勾剑 这柄青铜剑长57厘米 剑身宽敞 进风处收霞 双刃呈弧形 剑身呈深绿色 如喷漆般光润细腻 剑阁两面 著有典雅的鸟转体明文十四字 整剑造型精美 文式精致 线条自然流畅 色彩鲜艳亮丽 充分显示了持有者的高贵身份 透出一股王者之气 岳王周勾是勾剑的曾孙 他在位长达三十六年 是岳王周勾灭吴王夫差之后 博士最强武功最为显赫的一代军王 舟沟兵器之精良 在岳王周勾剑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岳王勾剑剑 岳王折指鱼四剑 岳王周勾剑和岳王齐北骨剑 既是吴越地区野柱技术水平达到高分的一个缩影 也是世间罕见的剑中真品 据专家介绍 古代铸造的青铜剑 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 但尤其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制作最为精美 尤其以今天向您介绍的这些 带有名文的岳王剑最为珍贵 他们是越国兴盛与衰亡的缩影 也是中国古代铸剑技艺取得辉煌成就的见证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那我们下期新闻时间 再见